华丽丽的歌剧唱腔 搭配水淋淋的本土蔬菜 一首神曲 送你葱横空出世 这位卖菜大妈 也因此一炮而红 羊角辫 蝴蝶结 红维菌 甜美的笑容 她从菜市场 唱到了人民大会堂 从不敢有梦想 到灯上梦想的大舞台 她就是被称为 世界第一的菜场歌后 菜花甜妈 歌词都是鸡腿萝卜西兰花 这太有意思了 它是怎么写出来 这么有意思的歌 草根出身 没有名师指导 他是怎么练就了 一副好嗓门呢 叶豹红是甜妈 陷入了舆论的漩涡 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 这次豹红究竟给他带来的什么 我曾经不敢有梦想 但今天我想说 菜市场里也能唱出 世界顶级的歌声 有请本期主角 喜欢迎订阅 欢迎您 欢迎 跟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我是歌甜人甜的菜花甜妈 果然是甜妈 这上来 扎俩小恋就是小甜甜呀 刚刚你唱的这个歌 调子我们都特熟 但是好像歌词是新的是吧 对 这个调呢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原舞曲的 这些歌词呢 是因为我卖菜的时候 我把它填成我的菜名了 这个名是谁给您起的呢 这个菜花甜妈 本身我是姓蔡 我呢就是喜欢花呀什么的 我还是在菜场里做的嘛 人家说菜场里吃花 那个笑起来又甜 人家给我起一个菜花甜妈 当时她起这个名的时候 我还有点意见 我觉得为什么叫甜妈呀 应该叫个甜姐什么的 不是好了 对 但是您这个菜场里面 这个菜花甜妈 都唱到人民大会堂了是吧 对 您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唱歌 那是什么感觉 我就觉得我这一辈子 怎么把自己唱歌来了 哎呀太幸运了 又自豪又骄傲 又激动 套着两根羊脚垫 身前挂着 Hello Kitty的粉色围裙 桃红色的上衣 啊 圆圆的脸蛋 笑起来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至今呢 26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 也不会说任何一句意大利语 但是人家菜场 大妈菜红瓶 却将 帕瓦罗蒂的 今夜无人入眠 硬是改编成了 卖菜版的宋米葱 不仅如此 人家还一唱成名 直接唱到了人民大会堂 而这首歌 也是继忐忑之后 成为了一首 火遍大江南北的 网络神曲 让我爱唱歌 我唱成歌 我排解一下 我这种苦闷吧 哎没想到 唱了歌 自己心里舒坦了 松歌了 还真就吸引了一大批 过来买菜的人 哎你别说这是个好招啊 于是这菜大妈 将计就计 自唱了一出 唱歌卖菜法 你别说还真有不少人啊 大老远的特意赶来 就为了听着菜大妈唱歌 而去买她的菜 人家菜大妈 长相甜美 唱歌又好听 所以久而久而久之呢 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菜花甜品 还有各种质疑声 还有各种质疑声 有的说我是大学音乐教授 有人说我是选秀专业户 还有人呢 说我是开餐饮的 三门搞炒作的 突然之间冒出了这么多的身份 我是没想到的 其实呀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 百胎卖菜的大妈 有一点是没变的 一直都没变 就是我还是爱唱歌 每天清早起来 拿起那个刷牙杯子 我都要唱两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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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我请你干一杯 请你干一杯 现在成名了还卖菜呢 成名了是这样的 我还想卖菜的 但是被那个索尼公司签约了 所以现在你想卖菜 都不能去卖了 对 这是人家 是专门的是人家的人了 现在红了 唱出中国 走向世界了 对 签了约了 挣钱了 哪个日子更开心 我这个人嘛 其实人家说我是没心没肺 对 你说哪个日子比一比 我也比不出来 其实我觉得前后我还是一样 就是只是换了一个工作 就是那个是我的基层的工作 对吧 我是养家糊口 但这个是为了更多的人唱歌 其实舞台是一样的 我觉得是一样的 回答了我不忘初心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好吧 现在感觉你应该说这个唱歌唱出了新的高度和这个新的人生境界了 家里人是不是特别支持你呀 家里人呢 其实他内心是一直支持我的 但是他们一路陪伴过来 他就没够见过我 有一个小的心愿成功过 所以当时我参加比赛的时候呢 他们其实是不愿意听这个事的 不对 同意吗 不支持吗 一般人来说 就是说你要去 你受打击 你别怪我们 因为你平时受的打击够多了 那个是年轻人的事 就不应该去抛头露面呢 我知道人民大卫堂六强 前六强定下来以后 我都赛完了 我定下来能前面晋级了 我才去跟他说我进了人民大卫堂了 前面都没有敢告诉他 我觉得可能你这种心理是很少见的 因为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都会寻求家人的支持 让他给我们鼓励 这样的话往前走的时候就会特别有信心 而你呢却一直瞒着家里人 特别怕告诉他们 这可能是我小时候到大一直受着打击 也实在太多了 因为我家是农村的嘛 小时候喜欢唱歌来着 但是我们那里没有什么教音乐的 那时候呢 就是想考个学吧 也是非常难的 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眼看就要考上了去了 人家又换人了 然后呢 我妈呢就背了三个大西瓜 就是跟我一起上城里去找去 说要收完呢 说收一个学生都要收这个 嗓子最好的 怎么到现在不给通知书呢 就去了 然后满大街去托人去 然后回来差几分钱 就没买车票 走那个五六十里路的沙江路 她那个小脚 她是身子又重 布底鞋磨通了 然后前后都是血 到家里 这脚都粘上了 我一看我哭了一场 我说 妈妈咱别考了 这个妈妈算是 捍卫过自己女儿的梦想吧 对 然后陪伴着自己的女儿 一起去追寻这个梦想 对 她认为我就是她的骄傲 妈妈以你为荣 对 你是她的骄傲 对 但老人家离开的时候 你不在 因为我那有几年 连续几年都没有钱 能回家 那时候妈妈埋怨过你吗 没有 我那前几年 那时候回去一次 她都说 你不要老是回来 花钱 我们都好好的 然后就三年 真的没见过她 没钱回去 所以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看着人家团员的时候 我就想起我的爸妈妈 就担心他们 当时是怎么知道妈妈离开了 就突然有一天 快过年了 我就说 今年要能攒上钱 就回去看我妈去 哪知道还没到年关呢 就打电话过来说 我妈不行了 我就当时 其实我回家的钱 部费都没有 我就问朋友 借了两千块钱 还刚刚还没打到账户呢 就说我妈过世了 我的命其实她给过我两次 一次是生我 还有一次 其实是我在十岁的时候 我得了一个重病 得了一个负伤寒 差点死掉了 因为那时候呢 我的棉袄特别短 我六岁到十岁的时候 这个棉袄就是一个棉袄 所以冬天的时候 她露了肚脐 下雪的天 我在那外面玩 那回来发高烧 一下子好几天高烧不退 就我妈就把我弄到县医院 住院去了 住院那天 我高烧嘛 醒过来以后 隔壁床上的一个阿姨 她就说了 她说你这孩子 你以后你要孝顺你妈 你妈又卖血 救着你说 我妈卖血 去给我拿的药 然后出院的时候 也是我妈又卖一次血 才结账出院 来 唱一首爱的力量 你给我爱 是那黑夜里的光 你给我爱 是快好的肩膀 你是我的流行的方向 在你身旁 我从不曾迷茫 我想除了家人之外 可能还有一些素不相识的 但是也来到你生命当中的贵人 朋友 今天我们也请来了其中的一位 我们掌声欢迎他 来来来 我们到中间跟大家认识一下好吗 大家好 我叫苏秦 苏东坡的苏 秦天的秦 我感觉你们俩这年龄差距够大的 忘年交啊 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2010年参加花儿朵朵的时候认识的 我们一起参加选择比赛 就是那个不分年龄的 然后不分唱法的 就把我们分到一块去了 然后你们俩是一见如故吗 绝对是一见如故 我们第一天见面就 就马上就看对眼了 对对对对 只要是看着他就觉得永远 就是露出他的两个小梨窝 然后看起来很温暖 总是给人正能量 但是他毕竟没有学过呀 但我觉得其实越是因为没有学过的 越容易保持这种对音乐的热爱 所以你们俩今天既然都手拉手了 又见面了 您怎么也得合作一把呀 是不是 对 来吧 好好好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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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里子弃人逃是个玲珑去行不容 谁家姑娘上的俱轿 是把香丝惟莫妖容 外风琵琶如枢油 玩偷只愿迎串宵 暖风轻浮起流条 至我红江哥哥乡 游戎花贵几四长药 还须悠雅心几少药 一口也起袖头为你瞧 先来笑话别围绕 四丑琴挂点马不软 沿着药草水落花雕 时光荏苒梦会借 朝一只相会 亏在心脏 男师麒麟百兽 帮王仙鹤百鸟 梅兰竹菊百花 胡诺兽喜八宝 不安不止八唱 作功不止八招 轻叹不止八秒 旗袍不止八脚 男师麒麟百兽 凤凰仙鹤百鸟 梅兰竹菊百花 胡诺兽喜八宝 不安不止八套 作功不止八招 轻叹不止八秒 旗袍不止八条 好 好听好听 好听好听 这是你们俩合作的第一首歌吧 没有 这是第一次跟他同台 第一次同台 对 以前我们经常在一起唱歌 对 没事 我觉得来日方长 对 还有很多的机会同台 而且还有很多的机会再一次合作 对 我们要谢谢 谢谢苏晴 谢谢你 甜妈特别幸福 有一个那么爱你的妈妈 对 然后身边也有这么多懂你的朋友 是的 很珍惜 很珍贵的 真的是 我真的很有福的 但我们都叫你甜妈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尊称 一个昵称 可是真正叫你妈妈的是孩子 对 女儿 我一个女儿 对 女儿多大了 女儿跟她差不多 差不多了 女儿理解你支持你吗 小时候听我唱来着 她觉得妈妈唱的是最好的 但是大了以后呢 她知道妈妈的梦想呢 就渐渐地就弱了 我后来去参加比赛呢 她有点心里有想法的 我觉得他们俩正好反过来了 通常是孩子这么做 妈妈觉得哎呀 孩子啊 你这太不靠谱了 还是好好做好 自己该做的事吧 你说这未来 你能在舞台上唱吗 你这都是幻想 你女儿也对你有这样的想法 对吧 对 她呢就有点觉得 这个事情没那么浪漫 你是她眼中的孩子了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母女 是间的那种心 是心心相应 对 心连心的 对 今天女儿虽然没有来到 现场 可是呢 她也有话想对你说 我们来听听看好吗 是吗 妈妈 你还好吗 每天都还顺心吗 记得你一开始参加选秀节目时 我是很担心的 担心你被评委拿来 跟其他选手比较时 会觉得受伤 在我心目中 你就是你啊 不需要跟任何人比较 就是我最崇拜的妈妈 可那我当时的担心 让你误会我不支持你 其实我是怕你难过 后来你被大家认可 我更是为你感到非常高兴和自豪 妈妈 你一直是我成长的榜样和力量 祝你保持最初那颗热爱歌唱的心 唱更多好听的歌给我听 妈妈加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让我女儿烧话来 你想跟女儿说什么 露露 亲爱的女儿 其实要说是我对不起你 因为你上大学的时候 我没有爱你的选择 而是让你听从了我的选择 让我们忽然背上了债 你有时候会抱怨我说 带你来到了上海 实际上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架在了你的头上 我的女儿 我要更多地爱你 我要更多地给你力量 我想这是女儿跟母亲的对话 都是说了发自内心的最真挚的声音 可能当你们面对面的时候 你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说出来 但是今天通过这样一个电视节目 我觉得会把心底的话 心里的爱都表现出来了 其实她人生很多磨难 但最终磨难把人变成了甜妈 这是一个预言 爱和追梦的能力 就是年轻的标志 所以甜妈跟谁PK 胜利不胜利都是浮云 站在这里最重要